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报表啊 其实这个报表呢 并不是特别难啊 然后之前我们其实已经写了 对吧 写的 但是我们写的是用的smart software的方式 对吧 写词语句 这么简单的词语句 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能写出来 对吧 如果下面有个同学 连这四个语句这个都没写出来 哎呀 那你上语真应该好好反省反省 今天晚上就甭吃饭了 是吧 那接下来我要把这个东西又改了 是吧 我又改了 那改成什么样呢 也是我的第3个要求 要求3 对吧 要求3是怎么样啊 用什么呢 用spark 算子 算子的方式 实现上述的统计 对吧 那这个怎么去实现呢 其实就是完全的 我的意思就是不需要你读pack的文件 也不需要你用smart搜口 就是完全用spark中的一些算子什么 比如说reusepacking啊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聚合函数去做统计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去写 然后 你有一个 Scalar class 然后比如说叫 PROV City City什么呢 RPD V3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利用什么呢 利用spark 算子 算子的方式 进行 离线 数据 统计 统计的是什么呢 就是 各省市 的数据 量 数据 数据量分布 情况 好吧 这代码呢 我们就写一下吧 闷通话 对吧 啊 你其实发现就写的所有的 这些报表 离线报表什么实时报表 那基本上都是word count的演变 无愧就是把key换过来换过去 对吧 这样子下 我们给给你们讲Scalar的时候 每天让人写word count了 对吧 你不要光会写 那写完了之后 你有没有去思考 对吧 这里边的真谛 真相在哪呢 没事多琢磨琢磨那个48 咱们那个word count 然后咱们把这个 模板代码就不用写了 对吧 就拷贝一下 来复制单贴一下 然后这么一堆 到这 到这 然后反正咱们也不读发给文件 对吧 那个server count就不要了 赶紧一下 然后把这个改成 v3 然后我们这里边 将来肯定也得有输出结果吧 那输出结果呢 肯定得加一个参数吧 result output 说 out put pass 是吧 把这个参数改成2 别 感谢了 好 再把这个参数呢 也接收一下 ok 那构建sparkconf 然后 设置我们的app name 设置我们的master 然后设置我们 序文化方式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构建我们的 双小文 然后关闭双小文 对吧 关闭完了 再写中间的代码 有些同学可能写着写着 把那个sdstop给忘掉 啊 然后这里边开始读取数据 然后进行什么呢 进行 统计 就是sd.test 这个时候读的就是我们那个 普通的文件了 是吧 input pass 是吧 那普通文件我们要统计什么呢 我们要统计每一个省市的数据量分布情况 是不是 是吧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找到你的key是什么 就根据key结极聚合吧 你看你写的那个v2 对吧 就是你上面写的基于sparksocor去统计的 你看你的后面是不是用了一个叫做 group by的一个东西 这是不是就是分组统计 对吧 就是一个分组嘛 对吧 实际上就是要找到相同的key 把相同的key聚合到一起求和 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吧 把相同省市的数据聚合到一起 然后进行一个sum统计 就完了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思想 那你就想如何将数据 进行聚合呢 对吧 那你其实想想 其实跟我们的word count是一样的 那你在做word count的时候你怎么做的呢 对吧 给你一个文件那里边那么多单词 你怎么就能统计出来每个单词出现的次数呢 你怎么统计的 对吧 这把每个单词拎出来 然后拼接一个1 然后reduce my key一下就出来了 那同理我们这里边你要统计省市的那就将省市作为key 再拼接一个1进行一次reduce不就出来了吗 reduce my key不就出来了吗 是意思吧 哎 那首先切分一下map一下 把我们的数据先切分一下 那点私不利的切分一下按刀号切分 然后切分到行为对吧 然后过滤一下数据清洗一下 然后发现如果有长度啊 他小于85的 这些数据全部不要 是意思吧 ok 那这个时候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map一次 点map map的目的是不是就为了改变数据格式 方便我们后续进行聚合啊 对吧 我们就要向water count进行靠拢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找到你的key是什么 对吧 key是什么的东西呢 key就是我们的省和市 对不对 key就是省和市 那省和市在哪呢 是不是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切分了 直接从哪个数据中拿出来不就行了吗 对吧 你还可以再方便一点 可以这样搞 反正这样没必要啊 你可以 我这边就是偷懒了 比如比如说我记不住那个省市那里的位置我可以怎么办啊 我可以把这个数据进行一次转换 对吧 比如说这里面拿到的是一个速度 对吧 我在这个速度怎么样了 我把这个速度啊 我把它转换一下 我调用log 然后把这个速度传给他 把这个log导进来 这不是我那个b吗 我定义的b吗 然后我就定义的那个半生对象 半生对象里面是不是有一个rp方法 你直接加个库不默认调用的是不是就是rp方法 还记得吗 或者是你点直接rp 显示的调用rp也行 如果 你还可以什么呢 你还可以把这个rp给去掉是不是 默认调用的就是rp 就是Skyla帮我们提供的一种 鱼法堂是吧 这个之前已经讲过了 然后这个时候拿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拿到一个log对象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在里面再去取什么的话就比较容易了 直接Programs 内蒙是不是就能拿出来 对吧 你也可以怎么办啊 其实这样也没必要转 你 当然了我这边是偷懒 对吧 最好的方式就直接从我们的数字中直接通过脚要的方式去取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我们就不这么干了 这么干不太好 那我们就组装一个key 对吧 你将来要进行聚合统计对吧 就相同省市的数据聚合到一起 对吧 那就要搞一个队友员组 是这意思吧 key就是省市 然后value呢就是1 是不是意思 对吧 那就把省市拧出来 那就是arr省在哪个字段了 在哪个 24是吧 24 是呢 是25是吧 我们可以这样 我能把它拼接到一起可以吗 我中间比如加个数线隔开 我然后再来一个arr 什么呢 25是吧 25可以吗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来个d号再来个1可以吗 这数据格式是不是就变了 变成什么呀 变成什么样了 是不是数据这么一来就变成 然后阔谷 这里边是 这是一个圆堵吧 这里边就比如说是 比如说是 隔北一场 然后 树片 然后 石家庄 比如说是 石家庄 是 是意思吧 然后逗号1 是不是就这种格式啊 对吧数据都变成这种格式啊 然后我们还可以怎样呢 有的就是说我们将来有可能要把这个数据存储到mysoco里面是吧 到时候这个地方是不是还可以7分呢 对吧我不是将来个书线将来也可以再7分吗 甚至你可以做的再简单一点 可以怎么样 再给来一个圆堵是不是就行了 把这一对圆堵再作为一个key 是吧 然后把这个 给他去掉 是吧 其实这个格式又变了 变成什么样呢 就变成另外一种格式了 对吧就变成 阔谷 然后逗号1 这里面呢 这个对我圆堵的 第一个元素是不是又是一对圆堵啊 对吧然后这里面放的是 河北省 然后这个是 装饰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不就这种格式吗 然后这个格式已经组装完了接下来就是比较简单了 对吧点 直接点 进行什么呀 reduce by key 是不是 把这一堆的1给我加起来是不是就成了 是意思吧 那就是下方线加加 下方线 哎 加了 不是加加 对吧 是意思吧 然后再 怎么办呢 把这东西可以存起来是吧 可以直接把他怎么样呢 save is save is save test file 也可以 是吧 你还可以把它转成什么呢 你可以把它转成 接成 然后存入到my circle里面 是不是都可以啊 你甚至可以再定一个什么呢 你在后面再跟一个map 是不是也可以啊 这个map里边你看这个参数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元祖的第一个元祖是一对元祖 然后后面是个1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呢 转换一下 我们可以用一个k4class 可以吗 然后把这数据封装到一个k4class里面 然后再把他直接say 到我们的my circle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啊 我把它把 我把它转成对象之后是不是很容易的把它转成 date frame 转成date frame之后是不是直接可以把它存储到my circle里面 再把它转至接着就可以啊这里边我就不搞了 你自己去搞 然后这里边我们可以把直接把这个结果给他save起来 比如save as test fail 保存到哪去呢 保存到我们的result output pass 这样是不是行了 对吧 你看这个其实你看是不是一个worldcom的变种啊 一模一样啊 不会就这个key换了一个样子而已 还是个worldcom 是意思吧 OK 我们把这个job跑一下 然后 运行一下 这里边需要传递参数 那我们把参数给他了 然后这个是日志 把日志 放进来 日志在这 我们跑这个文件吧 这个90兆 不自由 然后输出路径在哪呢 我们输出到还是输出到f盘 比如说f盘 f盘 然后输出到 这个目录是不能放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再起个名字 然后v3 可以吧 应用 OK 来右键让一下 好结果已经输出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 右键打开一下看一下 这是不是我们的结果啊 是的吧 是我们的结果 但是你就发现这里边都带一些 库湖是不是 你都带一些 库湖将来别人怎么解析啊 是不是没办法解析啊 那你在输出之前能不能把这个格式 再给我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能吗 能吧 我把这些空号都拖掉行吗 可以吧 对吧 那怎么把它拖掉呢 再来map一次 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改变数据格式吗 那只有map 除了map还有谁呢 对吧 那就是map 然后我们再map一下 把这个数据格式给它变一下 对吧 就点一下map OK 这里边拿到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原主啊 T对吧 原主T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么办 呃我们把所有的数据啊就是省 逗号是 然后逗号它的数量 我们以这个文本的形式把它 存起来 哎呀 然后就是怎么办呢 这里边可以来一个T 1.2 下方线1.2 下方线 1吧 因为这个T的第1个原主 是不是就是一对原主啊 你看 T点下方线1 是不是就是一对原主啊 再点1呢 再点1是什么 再点1是不是就是省啊 对吧 比如说在省后面 我可以来一个加号 再来一个逗号可以吗 再来一个T点 下方线1.2 下方线2 这是四宝 对吧再来一个T点 再加上一个逗号 对吧 逗号 再加上一个T点 下方线2 是不是就那个数量了 这个省这个是出现的数量 OK就这么着就行了 这个格式化一下 成了 然后再来输入一下 前面是得把这个目楼先干掉 OK OK这个结果呢已经输出了 我来打开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看结果是不是就是我们希望要的格上 对吧 别人将来的解析这个文件的时候就非常好解析了 这个已经算是一个结构化的数据了吧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 嗯